湘湘 乖啊 湘湘 请问 是葛夫人吗 你们是 我们是葛琪的朋友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 我叫葛湘湘 女孩好 女孩知道藤人 请问 你们来有什么事啊 葛琪呢 他怎么还没回来啊 葛琪是为了洪传 死在魏军的手上 葛琪 是燕玄世子 发给你的抚恤金 可岂让我告诉你 他不是叛徒 他想要堂堂正正地回来 我就知道他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不是 老师 想想 老师 我的想象 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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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我啊 我 没有 明明就有 没 没有 我不漂亮吗 漂亮 我喜欢你 我的娘 她没有 她有 你 都不开我 我 你 我不客气 你 你 我 大人 平安 大人 你终于醒了 我睡了多久 你睡了一天了 可急死我们了 朕是如何 你放心吧 多亏殿下及时赶来 为君大败而归 现在殿下 正在处理最后的那些余念呢 伤兵都安置得如何了 全部伤兵已经在营地集合 程尼大夫都请来诊治了 吩咐下去 救治伤兵 必须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 慢慢不可误了他们的性命 殿下放心 属下一定传达下去 还有 那些死去的弟兄们 有亲人认领的 都送回了家 没有亲人的 全按礼数安葬了 有宇文大人的消息吗 属下无能 燕巡叛军撤走之后 宇文大人就不见了踪影 不知是否追踪敌军去了 此事切不可胜仗 不然容易扰乱军心 喏 我认识的宇文岳 绝不是这么轻率的人 就算他有事耽搁了 也会及时赶回来的 你也要是一样的 你也要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要是不得了 我认识的宇文大人 像什么 祖父会不知道吗 你得牢牢记住 现在你和星儿是各位其主啊 听说宇文月受伤了 我特地来看看 谢殿下关心 宇文月并无大碍 不知殿下要来 劳秀失礼了 宇文大人 不必多礼 我听说殿下 最近在处理战后的事宜 虽然燕北反贼该灭 但他们现在的气焰嚣张 兵力雄厚 这战事又陷入了胶着 大梁虎视眈眈 我们现在是父辈受敌 这一仗 不容易打 这一仗 必定是两败俱伤 大梁插手当中 必然是想坐收渔翁之力 这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无辜的百姓 天地荒芜 无人耕种 妻子只等来丈夫的死讯 尚在强暴中的婴儿 已经没了父亲 我真的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 想必殿下 也是感同身受吧 父皇定要灭燕巡 燕巡要复仇 这是一个死劫 我有心 却无力啊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既然是为百姓们着想 总会有办法解决 大人 天气冷了 小心着凉 爹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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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来了 平安 你先去睡吧 我也要睡了 喏 殿下 阿楚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回殿下 大人刚刚服完药 现在在休息呢 晚膳呢 晚膳只服了一些粥 大人他胃口不太好 你一会儿去厨房看看 我给他准备了一些鼠预告 做好了 明天早上给他拿过来 喏 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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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段时间 您一直在嘟咕这块玉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呀 不是个什么宝贝 阿京 这玉好看吗 殿下 阿京是个粗人 不懂这些 但这个看上去真挺好看的 我觉得它好看 想把它打磨得再光滑一些 送给阿楚 殿下 您对阿楚姑娘真有心 只不过 这块玉佩是别致 但就是小了点 应该送块大的 那样才拿得出手吗 我父亲生前手巧得很 一双握刀的手 却釀得了酒 值得了银器欲捡 我离开得早 什么都没学会 做了这么个四不相 殿下 您别这么说呀 也别这么想 您想想 您跟阿楚姑娘 经历了多少事 当初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阿楚姑娘对您的也是不离不弃 这说明 她对您的是情深义重啊 现在 她只是闹闹别扭 不开心罢了 殿下 您哄哄她就好了 再说了 我觉得你们俩 早该成亲了 您也到了成婚的年龄了 阿静 看看窗外的洪川城 不是 殿下 这黑灯瞎火的能看到什么呀 你也讨历了 整个燕北 现在荒芜狼藉 败费待兴 而我燕巡 只是偏安于一方的乱臣贼子 若我此时娶阿楚 她便是乱臣贼子之旗 我想把最好的一切 都留给她 还需等待 我只是担心 她的身体能否全部康复 殿下 这您就放心吧 只要有我阿静在一天 我保证 阿楚姑娘想吃什么 我就给她做什么 这吃到的 就好了 身体恢复得就快 你现在都是带兵打仗的将军了 还以为自己是殷格月的伙父啊 殿下 您可别这么说 您和楚姑娘那都是我的大恩人 我一辈子给你们做菜做饭 我都愿意 我就是你们的伙父 那是PDOR 那几年 香港草 prends Hope 多 है 你时制度好 浴触 他都哭到死匪 累月日 阿楚 row 谢谢你 你 你这是 要不是你 洪川城 可能等不到殿下的援军了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若不是你传信给燕巡 恐怕 我也早就成了燕北的一缕清婚了 我只是尽了我的本职 殿下离开洪川城之前 原本就安排我保护你的 好 你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那就好 殿下 可曾向你解释过什么 我之前一直在养烧 所以还没有见过她 阿楚 你和殿下二人情深义重 生死于宫 无意之灰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殿下的本意 绝不是让你陷入一丝一毫的困境之中 她安排我接你去兰城 我没能做到 是我的失职 鱼姑娘 不用说这些 我都明白的 不管怎么样 现在只要燕北无事就好 不管是燕北还是大魏 现在只是一时的和平 两军战况胶着 再这样下去 只是徒增伤亡 既然我的选择你都明白 那么我相信你和我一样 不希望生灵涂炭 更希望得到和平 是 鱼姑娘 这几天我在房间里待得有些烦闷了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好啊 只是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鸿川一战 我军折损八千 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子成了寡妇 多少孩子成了孤儿 每每想到这儿 我就夜不能昧寂食难安 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战争就是这样 一将功成万古苦 受苦的都是老百姓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 阿楚 我知道你有一颗玲珑心 所以我没有故意要隐瞒你 鸿川一战 我的确出于自己的一些考量 做出了一些决策 你做的是对的 就是因为你的窝旋 烟讯才能回到鸿川城 其实我也是在赌 但我更希望殿下会为了你 返回鸿川城 您啊 我们要赌品 做出了一颗玲珑心 不得了 母园 聽將士們說 他母親死得早 跟著父親和幾個哥哥生活 不過前幾日 全都戰死了 戰士們可憐他 就將他留在軍營裡 分他點伙食 總留在軍營裡也不行啊 有沒有地方安置他 不是我們不安置 而是他不願意走 說要留下來 為家人報仇 先王殿下 你來了 得知父皇把你禁足在家 我特意推了所有的公事 前來探望你 卻不知道 你還如此悠閒 看來我這樣的探望 豈不是多餘 皇帝怪我 擅自離開了軍隊 必問我去了哪裡 最主要的是 衛淑葉他在離開前 在皇上面前 告了我在咸陽的黑壯 對了 我聽說他回來了 回來了 和淳兒一塊回來的 父皇大怒 把淳兒關入了天牢 衛淑葉也被斥奪了一些權力 又盡在家 淳兒公主犯了大錯 怕是難逃罪責 也不知道現在衛貴妃跟元嵩 什麼情況 衛貴妃雖不是我的生物 但是從小把我帶大 淳兒也如同於我的同胞妹妹 希望屆日能在父皇面前 多說幾句好話 能夠免去淳兒的死罪 有勞了 不敢不敢 貴妃娘娘 十三殿下 請 請 請 淳兒 你受苦了 你們來做什麼 我們來看你呀 看我 看我的笑話嗎 看我有多慘 看我有多失望 淳兒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是哥哥 是哥哥來看你了 還好 你嗎 是哥哥 你不能走 你 向你父皇去认个错 我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认错 你私到兵府 带兵出征燕北 这都是死罪呀 死 我早就该死了 好了 承儿 别再赌气了 我没有赌气 我说我早就该死了 我应该死在洪川城外 死在咸阳 我应该死在那个耻辱的晚上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会救你的 救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还些不够丢人吗 我 堂堂大魏最尊贵的宫主 醒魂当日 新郎叛变 可是我却苦苦追随 不知羞耻 被他的士兵蹂躏私承 践踏 我现在就是一个荡妇 我为什么要活着 快 别说了 你不是荡妇 你是我的女儿 你是大魏的公主 你从小就天真活泼 善良可爱 善良 可爱 可惜那个时候的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的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的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保佑你平平安安 咬咬牙,忍一忍,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相信母妃好不好? 母妃,你告诉我,你告诉你的女儿, 一朵已经被采进烂泥里的玫瑰, 还可以回到高贵的枝头吗? 事已至此,不必多言,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首。 我甘愿赴死。 春儿,母妃一定会保住你的。 春儿,母妃走了。 但是人,不能永远都不长大。 母妃,母妃不能保护你一辈子。 希望,经过这一次, 你能长大。 春儿, 好好休息, 皇兄也走了。 。 出来吧。 燕雪, 你找我来, 是想替他们求情吗? 不是包庇他们, 只是听来的说法不一, 想求证于你。 殿下,末将有罪, 楚大人要杀我我认了 但是此事和我家将军无关 你们都说 你们没有射杀阿楚和秀丽君 谁可以作证 末将的侵飞队可以证明 我懒得听你废话 阿楚 燕循 你相信他们 楚大人 我孙河一人做十一人当 这条命给你便是 孙河 孙河 将军 不要忘了我们当年许下的诺言 不要忘了我们的家人是怎么死的 竟然敢在军中寻休 来人 带下去 等等 你为什么要杀我 妖女 就是因为你 长安城才没能拿下 就是因为你 没获了殿下 才会让我们大败 严许 当时我没有得到你的幸运 孤注一致死守红船 令无数将士为此牺牲 江山邪马 白骨飘零 作为将军 我心有不甘和怨愤 但我始终相信 但我始终相信 战争能吞噬一切 却不能吞噬人的性命 夜风吞噬人的性命 夜风吹乱月光 身入烛房 心有掩藏 谁人笑我悲藏 被命运折断了 翅膀 我与人心心 夜长随行 有火热世界的生 只有命运 只要我所想 这路有别有怎样